大家好,歡迎回到大師答名的環節 George Wong就問,大師說MIRROR其實不用停擺三個月 只需要將一半的收入給Mo,這個是好提議 但是事發三個月後才提出來,會不會有事後恐明呢? 第一,就是事後恐明 這個還不是事後恐明,什麼才是事後恐明 第二,我從來都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很現實,很貪錢的人 我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女生為我自殺 不如你去打工養我,這樣就好過要自殺 明白嗎?你自殺對我沒有好處 如果一個女生為我自殺 我絕對不會對任何同情,還會飛快一點 但你打工給我,這樣就不一樣 我會咬老遠,對不對? 立刻an value and value,是不是呢? 你可以為我死,就是我朋友說的故事 你可以為我死,但你不能為我打工 打工是慘不死 沒錯,因為她的女兒就是她養了很多年 她說,我沒有錢養你了,你自己去想辦法 那女兒就自殺 她說,你自殺不如你養我吧,不如你去打工 你其實只是想找飯票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相同地是好 我從來都沒有認識 我經常覺得那些人,什麼 無端端的公益金,百萬行 那不如公益金,大家一起做事 大家一起公益金,百萬打工 那不就更好一點 那一天的收入就捐了去,對不對? 為什麼百萬行會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從來都是這樣想的 我從來都是很經濟利益地走 大家做些什麼都做的事情 做些什麼都做的 那大家不如打一天免費工 然後那些工,那些錢捐了去 那不就更實際? 幹嘛無端端要花點力? 百萬行,不如跟我直接捐有什麼分別? 對不對? 直接找人捐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那你不如直接做一些義工,百萬義工 那都是有些事情做了,對不對? 是 大家都做了很多無聊的事情 從來都是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去想 就不只是阿摩 雖然這件事是時候很明白的 但這是從來都是我思維方式的 好 好,那看看另一個問題 就是陳少強問的 大師,你說的日本米好 我想大師,你試一下中國東北大米 我真的沒有試過中國東北大米 我也想試一下 據說中國有些米是很好 我也吃過中國米是很好 但是日本米我想最重要的 因為它增加製作 因為成本高 日本米 其實你知道肯浪費成本去研究 那些米一定是好的 就是一個成本效益的問題 日本的水果一定是好的 如果你只有一棵樹 只有一棵水果 那棵水果就好了 給了營養 你用了很多成本 你做得出的 但是至少中國東北大米 大米是沒有做出一個品牌的名字 但是我吃過一些叫做 湖南米 其實 我想這個人應該看了我們亞洲福利直播 但是問題就是 我想它不明白那個精髓 我說米的精髓在哪裡 我說米的精髓就是 米的好不好吃 不是看它的種好不好吃 不只是 還要看你合不合 很美的米 最美的米 你可以這樣吃 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湖南的米 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配湖南菜 合不合問題 那些粗的米 有時候你去配一些 好吃的菜 你會覺得 嘩 比好吃的米更好 因為不會撞味 撞了那個味 正如是 我也是講了很多次的故事 我經常講很多次的故事 我吃了一隻最美的蠔油 那隻是極品蠔油 那隻叫做 御品王 那隻蠔油 那隻蠔油很棒 但是你去點菜 你會搶好菜的味 你是完全不行的 我猜要做蠔油 鮮菇那些才行 即是 你那味 A的味 搶得B的味 你主客 主客 一分不明白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即是合不合很重要 沒錯 即不是一件好東西 合起來 拿你的名字三千 那些東西 是要配合 令那些東西生息了 合的才行 是 好 看看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Super Critical Man 就問了 之前上海搞成這樣 李強 用不需要問責呢 嗯 第一就是 有人說李強 不是做得太差 第二就是 已經證明了沒有問責 是啊 已經證明了 所以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 事實已經回答了 事實已經回答了 所以 你問他 應不應該問責 那很可能是 這樣說就會正確 用不需要問責 已經證明了 不用了 應不應該的話 會不會應該的話 那就是 就算是問責一件事的話 可能他之前立了公 對不對 這件事要問責 你都可能到最後 你都說其他沒有更加適合的人 這件事算不算是大錯 或者這件事算不算是 所以 令到他 改變了整個 命運的大錯 那我相信 要是 阿爺自己的判斷 是 阿爺自己的判斷 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 那本寶怎麼寫 他那本寶 他有些 公過寶 平民 appraisal 那些怎麼寫 所以我就是想不出 OK 好 那看看 另一個新聞 另一個 問答就是 Rindy Wu問 想知道為什麼 胡錦濤會 在二十大會議裡面 被請離場呢 還說紛紜 我們大家 這個 這個 是 除了 律戰書 習近平之外 可能都沒有人知道 坐在旁邊都未必知道 就是在兩邊 律戰書 還有什麼 還有習近平 是 OK 那就 但我講幾個事實出來 第一 他坐在 律戰書 和習近平中間 就是證明他是 這件事 如果請他是突然發現的 如果他是失勢的話 就 就不會坐在那裡 不會坐到這麼正 是的 沒錯 這件事是突然發現的 第二就是 那條片是剪接過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條片 是 那條片是 有兩次 刪在另一處 再刪回來 第二 中間在他臨離座之前 是剪接過來的 所以 我們不能夠知道事實的全部 單看這條片 所以 現在 就算這件事 也有官宣 官方 例如新華社 去講到這件事是怎樣的 也可以作為一種參考 是的 好 可以再看一條 就是 J.Cham就問了 大師可不可以講一下日本近代史呢 其實我對於 我經常買一些關於超和時期的日本書 去 講的 我那時候經常都想 有幾個題目 我屬於是想 我很想寫 一個就是 遇人天王究竟是否一個野仔 不是 現在是未遇人天王 遇人天王究竟是否一個基佬 兼且生野仔 但我發現是寫不到一本書 而且中間因為遷事太多資料 所以想不到 因為現在譯的日文不行 我的日文是 I-U-I-O 日文上程度不行的時候 就會變成很大的 很大的寫不出日文 你一個點就寫不出一本書 正如是 我很想寫一本 《長平之戰》的書 和很想寫一本 關於《楚漢雙爭》的書 但現在可能已經是沒有寫了 因為 我們是拿著幾個點 幾個很獨特的點 但是呢 那幾個點是 持不到一本書 《楚漢雙爭》 我拿著幾個自己的獨特觀點 是啊 《楚漢雙爭》那段故事我也是喜歡看的 我解釋一個獨特觀點 好啊 他真的是一個皇帝 於是他是受了二帝控制的 但是二帝想殺他 所以他要對付了 他穩住了劉邦 他沒有必要殺劉邦 根本上他是殺不了劉邦 你一殺劉邦 你壞了你的命令 原來這樣 你不可以很慘的 就殺了劉邦 整件事 你殺了劉邦 你就沒有合法性 大家一齊 人家當他打了秦國 給你一個位子 然後當他滅了秦朝 你就拘捕了他 整件事沒有合法性 還有他真正的最大對手是二帝 第二件事就是 韓信為什麼不作反 項羽可以作反 項羽不可以 因為項羽是子弟兵 項羽的兵是劉邦給他的 你怎麼可以反對劉邦 即是那些人很沒有政治的智力 即是就算項羽做了曾齊王也好 那些兵也是源自劉邦 是啊 不同項羽是不是子弟兵 第三件事就是 項羽為什麼他不可以回江東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回到江東 你知道項羽大概是什麼呢 項羽他們的狀況 項羽他們的那隊兵 就大概是 他是楚國滅亡的 是 大概是等於 駐港解放軍 突然之間 中國亡錯 這些很正義不正確 但是這個比喻上 突然間中國亡人說 駐港解放軍 就變了解散了 他們就流落當地 他們那些 漢家的子弟兵就是這樣來的 他們就是楚國 駐了 駐當地的軍隊 他們不是當地人來的 而且突然間駐國亡了 所以他們就幫了當地 他們不是江東人 你明白嗎 帶著那些子弟兵起義 所以他們就被迫著 帶著那些子弟兵起義 因為那些人 在駐港解放軍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回來 所以他們是 他們是無路可退的 有幾個這樣的點 你想不到他們 他們本身不是駐當地的 他們是楚國滅了之後 在江東的時候滅了那裡 然後他們先駐在那裡 駐紮在那裡 所以他們在當地的時候 江東的時候是佔領軍 是 那就是繼續 如果你有這本書 我也想看 但問題只有幾個項目 你很難寫 我寫了一個月 但是那時候 原來是循末 我才寫的那裡 是啊 沒錯 那時候 我覺得是太豪大工程 長平之線 我想了幾天 但是我已經跟楊宇講過 長平之線就是 為什麼要找趙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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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完全 大家解讀的故事 是錯的 但是長平之戰你不懂 長平之戰 我知道 就是坑殺四十萬人 那個 就是循仗白起 那一場 是 長平之戰實際上就是 就是 你們大家約是秦國強 趙國弱 但是趙國後來 打幾次都不行 趙國其實不是弱的 而且秦國補級線 是比較強 比較長一些 所以兩個是 其實兩個再打下去 兩個都死了 但是怎麼樣去 什麼呢 趙豁 他們就找趙豁 找廉婆的手 其實 然後他就找白起 但是為什麼你不一開始 就是為什麼你不一開始 就出絕招了 明白嗎 我意思是 為什麼不一開始找白起呢 你一開始的時候 打這麼久你才轉白起 其實就是 如果一找白起 就是輸了 白起打不贏 他是得惜他 他後來史記又說的 但是他 史馬千不知道他原意 他得惜他換了趙豁 所以他才換白起 你和我打 白起是和正面交鋒的 你如果找白起 然後你換廉婆 因為他死守著 白起也沒有用 你撞到烏龜 你的獅子也沒有用 明白嗎 你要撞到 所以他不讓別人知道 他出白起 為什麼不讓別人知道 他出白起 因為如果別人知道 他出白起 就會不打 不打你就輸了 因為你用了全部軍力 全部氣力去打這一場 如果突然間 他不跟你出來出擊 所以實際上 是贏在諜戰裡 還有你找趙豁 那些人總是覺得趙豁 是指上談兵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他找趙豁 我要找一個勇將 趙豁怎麼死 他就是自己突圍死的 他自己是新鮮事卒 所以才死的 嗯 對嗎 趙豁他媽媽為什麼會說 喂 他爸爸送到兵 是指上談兵 說他指上談兵 其實趙豁本身 你看他爸爸 是一個勇將 他爸爸就是靠勇武 我想趙豁也是很勇武的 但是到了最後 為什麼他勇武 到了最後 死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打輸 他是自己死了之後才打輸 就是群狼無首 是 他就散了 但是為什麼他自己會戰死呢 一來他因為勇猛 二來是因為他媽媽說 他對兵士不好 所以呢 兵士不會掩護他 嗯 其實整件事大約是這樣的 但是因為我實際上寫不到 所以唯有好說 是 好 所以期待一下有更加多的 日本正在說不到 因為 因為 資料不夠 那有了 有了 洋宇 甚至乎Miyuki幫不幫到手 都幫不到 洋宇 第一洋宇不懂日文 洋宇是日文少說 第二 Miyuki的日文都不會去哪裡 還有他不懂日文 OK 好 那今天的大門環節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